政策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正蓮 阿正老師 我今天又來教你們大家來做年菜笼 我今天要教大家做的年菜 就是一個大家平常比較� alone 看到甚至吃到的 陳皮鹵豬腳 我們的材料有米酒、紹興、陳皮、醬油、冰糖、豬腳、綠色的蔬菜跟老薑 我們一開始就先把我們的老薑切片 洗乾淨以後把它切片,不用去皮了 切多厚、多大都沒有關係 接下來我們把蔬菜稍微處理一下 把一些比較枯黃的、老的把它處理掉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豬腳先過油炸過 豬肉的一些腥味稍微把它去除掉 然後甚至把一些多餘的油脂把它逼出來 然後再讓我們的膠原蛋白就是我們的豬皮 可以讓它等一下在滷的時候可以更Q彈 然後甚至在滷的過程當中 不會因為滷太久 豬皮整個爛掉不成形 這個油溫大約要在 140到160度左右 我們在油炸的時候 因為 食材它本身有水分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把火關掉 以免它等一下油爆的時候那個水油碰到火的時候 整個油鍋就會著火 我們稍微 等它這個水泡 就是它的水分先稍微蒸發完以後 我們再來 開火 這個時候會比較安全 比較不會著火 你說大概要炸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基本上你只要把豬腳皮稍微炸 炸有點像這樣子 硬硬的 或者是 你想要讓它更好的話 就是把它炸到金黃色左右就可以 炸得太老它就會 會像有些 餐廳他們在做東坡肉的時候 因為 把豬肉 整個炸得太乾了 在滷製的過程 你會發現有的東坡肉 它並不是那麼 那麼樣子的入口即化 它反而會有點乾乾的 那就是在肉質的部分把它炸得太老 其實基本上像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在家裡做的話 其實沒有辦法像在餐廳飯店一樣 使用這麼多油 甚至這麼高溫的使用油 所以大概 我們就把它做成像這樣 其實就可以了 加熱 然後把 薑放進來 稍微爆香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 豬腳 放進來 把它稍微翻一下 讓它跟薑的味道 好 先稍微吸收一下 好 我們現在要讓鍋子再稍微熱一點 現在冒煙了 稍微再熱一點的時候 我們要準備下我們的酒類 因為 肉類啊 蛋白質類 它很容易 吸收煙的味道 當我們現在冒煙了以後 我們現在下我們的 酒 米酒 跟紹興 趁現在 再讓我們的肉汁 把那個煙味把它 吸收回來 所以我們趕快把它 稍微把它翻炒一下 中國人比較喜歡 就是那種 花雕啦 紹興的那種香味 來做菜 然後米酒 米酒是因為它比較 成本比較 低廉 比較便宜 其實酒可以促進 蛋白質跟肉 它稍微軟化 當我們把它 稍微拌炒完以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加水 加水 我們加水 基本上 最少就是把 一定要蓋過我們的 豬腳 基本上蓋過我們的豬腳 好 來 我們現在加熱 當鍋員那些水在冒泡 在冒煙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 醬油 沿著鍋邊 沿著鍋邊 這樣稍微給它放進來 我們要的就是那個 醬油香氣 醬油香氣 好 接下來我們把橙皮 橙皮把它放進來 再來就是我們的 冰糖 為什麼要加冰糖 冰糖是為了要讓你的 肉汁 肉 看起來它會比較有一點 亮澤 因為我們這次都是用 用醬油橙皮 它的 把它滷出來 比較 黑一點 我們要讓它有點 黑金黑金的 假設 你今天不喜歡那麼黑 你可以甚至可以加一些 番茄醬 稍微把它調色 看起來可以紅潤一點 好我們就像這樣子大概滷 像這樣子 滾了以後 轉 中小火 好讓你的 這個這鍋水保持大概像這樣子的滾度期就可以了 然後大概要 一個 半小時左右 我們把它蓋蓋子 我們大概一個半小時之後 來大概稍微看一下 我們的豬腳 它就會有點類似像這樣子 因為 豬皮 它還是那種 呈現那種暗紅色的 它並沒有那麼黑 它會比較黑 可能是因為 水分越來越少的時候 它跟空氣接觸 它看起來就比較黑一點點 當我們在 做第二次 調理的時候 它顏色就 比較不會那麼暗 像我們這樣筷子 可以這樣輕鬆的這樣穿過去 其實基本上 就可以了 不用煮太久 你如果煮太久的話 其實很容易 它會讓你的 那個骨肉分離 我們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 我們現在把 我們的豬腳把它撈起來 我們盡量不要說直接 直接把它整盤這樣整個撈起來 因為 因為這些 陳皮啊 薑啊 其實它 不太適合上盤 我們主要只是為了 要它這個醬汁 好我們現在要把 我們醬汁做 第二次處理 我們現在要把 醬汁 裡面的 陳皮啊 薑啊 把它撈起來 好我們現在要開始先試一下它的基本味道 就是怕它說的 剛剛的醬油 可能滷太久 或加太多 或者是冰糖放太多 它可能會 過甜或過鹹 所以我們先試一下 基本的味道 好 味道就是要保持在 鹹中帶甜 甜中帶鹹 剛剛好這樣 就是人家 之前 那個廣告說的那個 皮糊味 就類似那種 鹹鹹鹹味 但是 不能過鹹也不能過甜 好我們現在 要稍微給它加熱 我們要準備做勾芡的動作 我們水滾了以後 我們把太白粉水 慢慢放進來 來 大約像這樣子的程度 像這樣子的濃度 它有點砍稀砍稀 像這樣子 有沒有 這種濃度其實就可以了 不要太濃 不要太濃 好 接下來我們就把 我們的醬汁淋在我們的豬腳上面 好 我們第一次是像先這樣淋以後對不對 我們現在第二次 我們可以加一些 沙拉油啊 香油啊 讓整個 整個醬汁上面可以 更加的油亮光亮 然後甚至會有一些 香味在 所以我們可以 加一些些許的 沙拉油或者是 香油 把它 放在醬汁上面 然後 稍微把它抹平就好了 抹平你不要去攪拌它 攪拌它它會更濃稠 像這樣子 好接下來我們要準備把我們的青菜 稍微燙熟以後放在旁邊 水裡面我們先稍微加點鹽巴 大約一大匙左右 大約一大匙左右 我們要讓我們的蔬菜有 鹹味 我們也可以在水裡面再多加一點 香油啦 或者是沙拉油 我們要讓我們的蔬菜看起來 有亮澤光亮度 我們大約 把它燙到八分熟左右 因為 水油水油它會燜著 它會讓你的菜 慢慢的熟成 然後大概 清脆度就會比較好 口感也比較好 好煮到水滾以後關火其實基本上蔬菜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就把它撈起來 這道菜就是今天為大家帶來的陳皮滷豬餃 Civ League 雞肉 Bi dY 龍 D Civ League Bi dY